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不到万元的有哪一些小资组今天一定要持续锁定 四位专家首先邀请到君老师晚安 祝好 大家晚安 玉堂晚安 祝好 大家好 廷浩晚安 大家晚安 建峰晚安 祝好 大家好 台股今天在台积电中指日可以连黑终于止跌了 所以带动了今天 COWAS 平盖 PCB 还有AI 兵分多路 让指数开高走高 今天中场上涨了107点 收16452 但是所有重要军信今天都没站回来 包括了5日军线 量今天收到只有2139亿元 今天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今天的量 上一次出现不到2000亿的量 是在5月15号 大盘在今年相当重要的起涨点 所以凹动量出现了吗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今天现货 虽然还在卖 卖了30.7亿元 但是台指期的空单 今天大减了5576口 目前进空单又回到了万口 以下了5037口 但是台币在今天还在扁 虽然在今天没有扁破了 这波段以来的低点 但是今天还被押在32块钱以下 所以外资在接下来 容易搬多吗 好险今天台积电 终止日可以连黑 台积电今天上涨了3块钱 带领的半导体族群游戏 COVAS今天一片的红通通 还有平概股 上个礼拜正是iPhone15的系列 卖得相当的好多人 赶快去抢买 今天还有一些华为的题材 手机族群今天表现不错 还有PCB族群 今天的AI族群 整体也持续的止跌 好 整体来说 最近有一些个股 在跌破了重要均线之后 今天把月线给占回来 代表它比大半还要更强 这些个股将在同一个族群当中 有哪些比价效应 有一些最近开始反弹了 而且反弹有技术线型的优势 KD 黄金交叉 怎么卡位 今天都来问专家 亚洲股市今天涨跌互借 我们比上不足 但是比下有余 但今天的量好重要 君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赶快来问问这个量 好 今天的量只有2100多亿 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量 君老师是在5月15号 在这个地方 当天量只有1922亿 近期以来仅次于在今天的低量 但是上一次出现这个凹洞量之后 大盘啪就开始攻了 当然这波因为有AI 这一次能不能定义 今天叫做要反攻的凹洞量 对 这个其实今天量很少 这个当然是不是凹洞量 要等后面的扩量做确认 那现在来看的话 只能说这边是低档的量 比如说这个低点 应该是相对有限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扩量表态 那就是后面做观察 如果后面开始扩量的话 代表这个就是凹洞量 是 所以这要后面做确认 所以第一个可以确认 这边是低档 第二个部分来讲 等扩量 而且站上半年线 就可以确认 这边是一个低档区 那我想这个扩量往上攻的机会 应该是蛮高的 可能需要一个利多 比如说美股大涨 等等的一些利多出现 第三个呢 如果看量的话 其实不如去看OTC指数 看一下贵买指数 对 好 今天同样第二点反弹 对 今天OTC指数 还是微幅的扩量 他其实量是没有缩的 所以代表说 目前是以中小型股先攻为主 那回到这个大盘的部分 我们再稍微看 我们把这个K线稍微放大一点点 今天来看的话 但这个面临到这个跳空缺口 上礼拜四个跳空缺口 看起来短线是有压力 那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观察几个东西 就是哪些股票 已经先封闭掉缺口 那是一个重点嘛 但台积电很弱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先看一下2454的联发科 是IC设计的龙头 那他当然代表手机 他基本上来讲 连缺口都没有 所以他这条是应该是月线吧 月线都还守得很稳 所以第一个代表手机产业 就是说过去最差的产业 是已经起来了 并没有下跌 第二个我们看2308的这个台达电 台达电代表什么 就是电动车包括这个绿电等等 其实你看礼拜 上个礼拜三的高点都突破 代表那个缺口他已经封闭掉了 所以呢电动车绿电 还有包括手机都没有问题 就是有指标股先出来 另外我们看一下2886的兆丰金 兆丰金算是观股的指标 他有没有缺口 没有 没有 连缺口都没有 金融股一定会稳盘 换句话讲 其实大盘的指数确实是有限了 那什么时候往上攻 就等一些重要的指标 开始带领台北股 往上攻 太好了 电动车 还有手机以及绿电 非常重要的抗跌指标 今天是不是凹动量 等明后天扩量 那就确认是凹动量 那就要开始发动了 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全部告诉你 包括了手机 包括了现在的电动车 先讲手机 因为今天下午重大讯息 华为的新品发表会 下午隆重的登场了 人气爆棚 来看到最新的画面 今天下午的 这个新品发表会 所有大陆的官媒 全部直播 光是在线上观看的人 昨天预约上百万人了 好 这位是华为 目前的CEO于晨东 今天拉开序幕之后 带出了这个人是谁 非凡大师 不是我们的 是这次华为的品牌大使 叫做刘德华 在他帅帅的身影出场之后 带出了在今天 一系列的产品 有手机 有平板 有智慧电视 还有一些黑科技 好 进入大标来看看了 虽然今天这么多的新品上市 但是君明老师说 真正的战场 在手机 今天下午两点半 最新的发表会 我们已经帮你整理了到 这次有哪些的亮点 这次哪些亮点心理人 对 这个 今天的华为的新品发表会 其实大概会推出一些产品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比如说这次新品大概主要就是Mate60的智慧型手机系列 甚至于包括这个X系列 就是他的折叠手机 另外呢 包括平板智慧手表跟耳机等等 那但这些产品呢 当然跟之前前一代比 都会有一些进步了 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下 就是说特别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呢 这次像Mate60系列 第一个他有支援这个双卫星的通讯 那中国大陆就是卫星通讯 那苹果也有 但是他是在紧急用 就是假设我收不到讯号 我可以利用这个卫星来求救 但是按照这个华为的说法 他可以用这个卫星这个讯号来做这个通讯之用 那就不太一样 这个代表说他可以开始用卫星的讯号 但是呢 因为他只用北投跟天空 换句话讲 他大概就只中国大陆 中国的卫星系统 对中国的卫星系统 所以呢 大概可以看到这不一样的地方 那包括这个Mate60 可能MateX5 这些折叠手机都可以去支援这个双卫星的通讯 这就跟这个其他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就说这个卫星通讯 毕竟来讲跟之前的手机 大概都没有这个功能 那现在来看的话 纳入这个功能 另外呢 有这个新闪 这个就是所谓的黑科技 对 都他的黑科技 因为除了这个蓝牙跟Wi-Fi之外 另外一个短距通讯的一个标准 这等下他自己开发出来的啦 那Mate60系列 像MateX5的折叠手机都有支援 那他的平板像Mate MatePay的一个部分也有支援 另外呢 FreeBuds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的一个这个蓝牙耳机的部分 也有支援 那他的效用是什么 功耗会降低百分之六十 那传输的速率高达六倍 另外呢 时间延迟会降到三十分之一 就是说快速传输啦 有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跟过去几代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这些新的一些东西 就我们持续观察 因为说实在这个进步的空间 可能也是相对有限 除了这个卫星通讯 可能不一样之外 那新闪的部分是他 另外拉出来的一个 新的一个短距通讯标准 下午有哪些新品亮相 包括了这次MacPad尺寸 变大了十三点二寸 还有最近网高端表 第三个是来自于智慧荧幕 下午在所有的新品 我们今天每一集的新闻当中 都为您来剖析 但重点是 君老师你说重点在手机 对这个手机应该是主战场了 因为像这个配的 或智慧型手表 就其实大家都有 只是说功能这个略有差异 那手机才是主要主战场 因为那个层次就差非常多 而且华为本来是有机会挑战世界第一 就被美国的这个科技制裁之后 就变成趴在地上 那现在好不容易要崛起 那当然我们特别去比较一下 因为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苹果跟华为比在一起 那我们稍微比较目前的最高规格 它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们来谈一下说 未来的发展趋势 因为这其实有代表一些意义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iPhone 15 Pro Max 还有个这个Mate 60 Pro 这两个顶级规格的这个手机 一个是华为一个是苹果 那第一个我们看处理器 A17 Pro 这属于3奈米16核心的这个处理器 那Mate的部分 就是华为的部分用麒麟9000S 7奈米12核心 当然市场上目前已经在讨论说 这个7奈米怎么来的 应该是中芯国际的重复曝光技术 那才可以做到7奈米 那问题就是良率会低 成本会高 不过没关系 它是国家支持的 而且也做出来了 对做得出来 但是成本高嘛 所以很可能就说 你要卖到其他国家会有些问题 就是你成本太高 你要怎么卖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这次的话 Mate 60 Pro 它也没有卖到国外去嘛 就是中国自己内销为主 另外5G的部分呢 它说是5G手机 不过按照中国大陆的5G规格来看的话 应该是SUB6 就是类5G 就4G的升级版 还没有到真正的5G 5G来看的话应该是毫米波 就27 28GHz以上 那苹果的部分一定是毫米波 那因为美国的话 大概分成两种都有 包括SUB6跟这个毫米波都有 那中国大陆是以这个SUB6为主 就是不算是真5G 类5G 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 另外相机来看的话 这个主镜头是4800 这个百万画素 那前镜头是1200 这个百万画素 这次所以Mate 60比较厉害了 对其实它是多一点点 但是有时候也不用太苛责了 4800跟5000 说实在这照出来也差不了多少 那另外像荧幕的部分 6.7吋跟这个6.8吋 另外他的一个画素来看的话 其实蛮类似的 这其实应该算打屏 是 那电池来看的话 华为就电池的这个 算是容量多一点点 大概比这个苹果 大概多一层多一点点 所以那续航的这个待机的时间 可以长一点点 另外看价格的部分 如果按照最高规的话 大概是接近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人民币 这算应该是最贵的手机了 对 那这个华为大概是六千九百九十九 其实来看的话 这个两个比 说实在不太公平 因为他的这个规格就不一样 这两个比起来 说实在有点是降维打击 所以这看起来就不太对 那但这个 这个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只是我们把顶规拿起来 因为大家很喜欢比较 那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 代表几件这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呢 那这次的这个iPhone15的这个A17的晶片 其实大家没有去特别注意 它的效能其实非常强 它比A16还要提升百分之三十的算力 所以它的算力是非常强 但主要是因为 它已经用到三奈米的这个技术 所以它的技术非常强 那另外呢 如果说这个华为手机来看的话 当然核心晶片受到这个美国的限制 所以它只能强化周边的功能 周边都很强 那但你说这个够不够用 其实也够用啊 除非你这个要拿来做什么特别的运用 否则的话 理论上来讲 你说这个7奈米 这个晶片其实也是够了 那另外呢 它有的一个利多就是政策支持 甚至于有企业补贴大家去买华为 这个算是国家的信心 打倒美帝 这个中国的荣耀 所以就很多人就去支持这个华为 那市场上预估明年有机会挑战六千万只 它算是成长最快的一个这个手机股 但是呢华为的这个徐志军啊 就是目前的伦志主席 他说中国大陆跟这个国外的晶片差距啊 就如小学生面对博士生 这是华为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哦 所以呢代表说其实他知道说目前的困境 对 但是也要做 即使是如此也要做 那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美中已经在脱钩 而且是进行事嘛 我们常提到说这个美中脱钩 它是进行事 而且不是美国想跟中国脱钩 中国也想跟美国脱钩 我被你卡住没关系 我就是这个基本的晶片不用那么强 但是呢我也要做自己的 这是中国的态度 那美国来看的话 商务部在上个礼拜就突 就把晶片法案把它补齐 发布国家安全护栏条款 就是得到这个中国 这个美国晶片法案补助的企业 比如说类似台积电三星 你就不能去中国大陆扩厂 也不能用这个先进的制程 在中国大陆做 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提到 美中脱钩正在进行事 那这个时候呢 大概供应链就分成两块 你到底是美国为主 还是以中国为主 可能已经没办法两边同持 这是目前我想台湾的企业 或者说各国企业 面临到一个状况 好所以接下来可能没有办法两边同持 但是苹果上个礼拜 开始正式开卖之后 我周边好多人都已经拿到 比如说这次没有这么难买 除了对顶规之外 去灿昆去一些电子通路 都可以买得到 他今天召开的发表会 所以接下来 您觉得有机会直接反映在股价当中 续航力够的可能会有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我们当然认为说 它是iPhone 15 Pro Max的 潜望式镜头的独家供应商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华为的镜头 手机镜头也非常的强 甚至于这个华为有强调说 他拍摄的效果会比这个苹果更好 因为苹果好像不太强调这个东西 而且呢说实在的 就算苹果不好也很好了 你也不需要再那么细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就这样就够了 那华为潜望式镜头主要供应商 大概百分之六十是大力光提供的 所以是苹果好 他也好 华为好 其实大力光也会好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 潜望式镜头的单价是高阶 7P镜头的三到四倍 加上毛利率就高 所以呢大力光一定是受惠 不管两个谁卖的好 都会好 大力光最近在反映 苹果的新品发表之后 以及上个礼拜开卖之后 这样股价的表现 有符合大家对于大力光的期待吗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在温吞 因为这个感觉上 苹果手机好像没卖那么好 那这个对他来讲 股价就会有些压力 可是我们看到走势 其实也比大盘强 因为大盘上个礼拜四的缺口 没有补嘛 可是他已经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 他是有机会慢慢的往上走 因为现在的一个手机规格 最高可以利用到大力光的情况式镜头 所以他当指标看着 对可以看着 可以做一个观察 好同心境的题材 那同心电来看的话 其实同心电最重要是CIS的封装 那CIS就是影像感测器 所有的这个不管手机 这个车用都需要CIS 那大家去想想看 苹果的CIS跟谁拿 跟Sony拿 那所以呢 华为不会去跟Sony拿 华为跟谁拿 跟豪威拿 威尔旗下的豪威 那华为的封测是谁 就是同心电帮他封测的 他供应给包括华为 OPPO等等陆系的一些厂商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华为卖的好 同心电一定受惠了 另外像AI伺服器的通讯模组 他也有在做 所以他也算AI伺服器的概念股 这个市场上比较没有反应 第三个就是Spec S的低轨卫星 RF收发模组 所以他也是低轨卫星 他也是低轨卫星 而且呢一个低轨卫星 大概会配六千个 这个RF收发模组 那其实同心电是独家供应商 所以他也算是低轨卫星的概念股 那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的这个位阶 是比较低了 这个地方是除息 除全 所以有个跳空缺口 我们把这个K线稍微说一下 因为过去这两年 手机卖的很差 对 所以他的股价表现非常弱 那现在只要手机好的话 这股价应该往上补涨的力道 应该非常强 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是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呢又有低轨卫星的题材 又有这个AI伺服器的题材 更重要的是手机 手机的我想这个CIS封装 好的话其实同心电 一定是优先受惠 我们时间再近一点 君老师我想问一下 像这种第一个在位阶这么低 然后现在又是属于补涨的题材 这种卡位要怎么卡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可以直接拨断布局 我们看今天大概留个上影线 主要是这一条是季线的压力 那以这个形态来看的话 目前的景气在低档的话 我想立刻去 就说很快就有机会去把 之前的除息缺口来做封闭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长线布局 因为它位阶不高 加上目前的这个景气 它开始翻扬 它的后面补涨力道应该会蛮强的 好这是同心电 再接下来加邦 加邦主要是做GPS天线 当然它不是直接供应给华为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但是因为它GPS天线 全球市占率高达30% 而且华为也在做这个汽车 尤其是自动驾驶像问界 所以其实这个华为用到的天线的量会很大 那加邦全球市占率30% 未来挑战50% 迟早会用到它 有没有直接供应到 公司没有确定 另外像5G车用的保护元件 这个其实量会需要非常多 它算是被动元件里面获利最好的 因为它的上半年 第二季的获利竟然还是年增 季增快两倍 所以获利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这样个股也可以做留意 它的姿态很高 对月线都没有跌破 所以其实股价来看的话 这个整理之后 应该是还有机会再往上攻一波 随着这个卫星的需要 或者是包括汽车 这个GPS的需要 这个加邦的天线出户量 应该可以值得做期待 好这是加邦 接下来赵粒 赵粒主要是做这个折叠手机的轴层 那当然这个它大概占华为的这个折叠手机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那事实上三月份开始 这个折叠手机这个MATX3系列 其他业绩就开始拉升了 这一次是X5 对这次X5 所以陆续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需要用到它的这个轴层 那股价来看 当然之前已经大涨一波了 这个位置是比较难操作 原则上来讲 一样是用这个月线跟这个 大概过去这一个月的低点 这个位置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在往上创新高 好最后一档我们来看 对最后一档是新贵的这个富士达 它也是做这个折叠的这个轴层 就是它的一个轴层的部分 折叠手机的轴层 那它的供应量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等于剩下的部分是三十到四十 是由这个照例来供应 而且之前像联想的这个Yoga 翻转的这个笔电 也是这个翻转的这个笔电 就是也是需要轴层 是它的独家供应商 那你看哦 其实全球最大的这个轴层 厂商是谁 新日新 3376的新日新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3376的新日新 这股价怎么那么弱 为什么 因为他供应给苹果 那华为要的供应链 需要专任的这个供应链 专任合约 就说假设这个照例 或这个这个我们刚提到的富士达 你供应给他这个轴层的话 你就不能再供应别别的 所以新日新接不到华为的订单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供应链分成两级 有一些你根本就不能跨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上一章来看的话 富士达当然这个也准备从这个新贵变成上市贵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 股价来看也非常强 我们看一下这个6805的这个富士达 这股价也开始强了 所以这也是反映到这个苹果 这个华为的新机发表了 那股价来看的话 当然他新贵我们不做建议 但你原则上来讲其实他获利也非常好 那照例跟这个富士达 应该算是我们刚提到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受惠股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做观察 太好了 好谢谢君们老师请先回座了 所以这一次即便他今天这么多的新品发表 但是重点在手机 有一些可以左右逢源 有一些就是独家供应了 各股的题材操作策略提供给您做参考 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谈谈AI AI在今天持续的止跌 尤其消费性AI的世代来临了 越来越多的AI笔电 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得到了 好这一次如果有新的题材上来 谁有机会满血复活 这次要采取什么的操作策略 休息一下 见风告诉你